我在最近的西式診所裡 我不知道我們一般會遇到的中醫 是整間意見面 西式的程序 大家好 我是Mira 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韓國看韓醫的經驗 話說其實我已經咳了兩個月 我現在... 正在吃喉糖 話說兩個月前我先感冒 首先就是喉嚨痛 然後就有鼻水 然後鼻水都沒有了 就變了乾淨 這個乾咳的情況就是 一直一直一直維持到現在 但其實我在幾年前 我都曾經試過大感冒完一場之後 我都連續咳咳咳咳了 應該有四個月了 我猜當時我在香港 看了內科 然後看了耳鼻喉專科 看了呼吸系統的專科 最後醫生說我是氣管敏感 我那次最後就是要噴一些 酵喘的人會吸的那些藥 但是就是輕微版的 是一個藍色的東西 那之後我就好了 我有試過第二次復發 其實我不知道是否是復發 還是可能是剛巧那次 也是感冒完之後 也是同一個症狀 那就是在韓國的 那我那次也是看細醫的 然後最後他也是給了一些 吸藥水給我 還有也是要吸的那些藥給我 那最後就好了 這次了 這次第三次 那這次呢 因為我一開始病的時候 我沒有看醫生 因為通常呢 我一生病的時候 通常會在一週一個月 那種情況 所以我已經習慣了病 但是這次 一直都噴一噴一噴 然後自己就覺得很煩 那另外這段時間 其實也是香港 所有就決定 那不如看中醫 我總共在香港看中醫 是看了三次 都是同一個醫生 我第一次是有好 但是因為 我只要去旅行的時間 然後我第一次去泰國 泰国其实是很难避免吃辣东西的 明明有好转 然后忽然一会又恶化 然后回香港再看第二次 但是因为我泰国和我去欧洲的旅行 是相距得很近的 我这次去欧洲去了十几天 所以我都叫医师准备多一点点的药给我 但是可能因为欧洲的天气有点点 很难去估计 所以可能我又是吃了一点风 又是不断咳 要吃猴糖度日 好了 然后去完这个旅行 然后我再看多一次中医 然后我就说我这次要回到韩国了 希望吃完这次药 我就可以完全断味了 非常之不幸地 我回到韩国我都要吃完所有药 都是美好 因为韩国也是一个非常难避免辣东西的国家 那碟食物 你看我没有任何辣椒 不是红色 但是谁知道吃下去 都是辣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关系 所以我又是一直都好不了 但是因为我距离回香港的时间 都有一个月 那我这个月没理由什么都不做 可以这样咳咳咳咳咳咳 我真的咳到觉得自己很烦 然后我就决定去看 寒衣 就是说其实本身都是中医来的 但是韩国就经过自己的改良 然后加入自己一些技术 就演变成寒衣 然后在早几年他们就改名叫寒衣 所以其实寒衣和中医是相似的 因为他们基本学的东西都是差不多 但是他们是完全两套系统来的 所以其实我一直都很好奇 究竟寒衣是怎样去运作 怎样帮别人看病 既然我现在人在韩国 我喝的水 吃的食材 全部都是韩国的 所以令到我吃中药是没什么效 然后我可能要看寒衣才有效 所以我就暴了这个心态去看寒衣了 首先在韩国看寒衣的话 其实比一般看西衣是贵很多的 外国人如果你在韩国有保险的话 其实每次的陈金大概都是几千万 你的药费可能都是万多万 但如果你看寒衣的话 这个价钱可能是几倍的 我都可以随便上网搜索一些 咬咬然后寒衣 之后他推出几家寒衣院 我就随便选一家 我就打电话去问 然后他说原来是需要预约的 我这家算是连锁的 所以他们就可能需要先预约 而我所知有一些比较小的 可能是个人经营的 就不需要预约制的 然后他说因为我第一次上去 最少要预一个钟头上去的 上了之后 我发觉其实和我们一般认知的中医是很不一样的 我們認知的中醫就是 一進去的店鋪是全部都是藥材尾 幫你看醫生的中醫師可能是比較有年紀的 但是我去的這一間是一位女士來的 她看來頂多可能是40歲左右 首先我上去就要做一份問卷 就是看看你身體是什麼狀況 它是非常之長的 它有幾頁的 它會問你很多東西的 譬如是你屬於寒底還是熱底 然後你睡覺喜歡很暖地睡 還是喜歡開冷氣睡 或者是你喜歡喝冷水還是熱水 然後它會找出你身體屬於什麼的屬性 然後它也會問一些精神心理方面的問題 最後就會問病症 就是你開始發病的時候如何 發病了多久 然後你現在感覺如何 然後你的病症是怎樣 所有東西就填在一張紙上 所以我是當下覺得 其實如果是不太懂韓文的話 是會有難度 因為它所有的問卷都是韓文 而且因為始終有些是醫學的詞語 很難我都是邊塗字典邊去填的 都沒有做過的步驟 然後醫生看完我那份問完之後 就開始問我 你有什麼問題 然後就很仔細地問 然後他也有 譬如按一下我的身體 看看哪個位置會不會痛 因為我說我有咳 所以他有按過心和按過頭 中醫是我沒有試過被人按任何東西 我只是試過被人把脈 寒衣都一樣有把脈 但我覺得把脈的長短是短過中醫的 不知道為什麼 但我覺得這個不是問題 我覺得如果是準的話 其實長和短時間都是沒有分別的 很沉根究底的去問 平時會做的一些習慣 我覺得這方面是 我會比較喜歡韓醫院的做法 在一個病人的角度上 會覺得 醫生好像了解完你的狀況 我不知道可能是因為中醫們 透過把脈就已經知道了我們的體質 或者病情還是怎樣 這個我就不可以評論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是什麼一回事 但因為我每次看中醫的時候 通常吃中藥是一定要解口的 因為有很多食物會跟藥材相沖 中醫的說法就是 我本身是感冒 所以感冒是屬於外邪 我吃補的東西 就會把這些邪 補進去內臟 還是補進去骨頭 所以我那些病菌就出不了 總之其實就是 喝多點水 吃都會清淡 然後早點睡 這就是中醫給我的一些建議 但是因為韓醫院那裡 就沒有特別跟我說 我就去問 那我可不可以吃這些東西 然後她說 可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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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全部都可以吃 沒問題的 你不用戒口的 然後我就覺得 蛤? 為什麼跟我認知的 喝中藥要戒口 這個東西是差那麼遠的呢? 然後我說 那辣東西的話呢? 因為吃辣東西的話 可能我會覺得喉嚨刺激 然後可能刺激 我就會覺得癢 然後就想咳 可以吃辣東西沒問題的 但如果你真的覺得不舒服的話 你就 不要吃 如果我吃完那東西之後 我覺得不舒服 我當然不會吃 但是她真的很明確地跟我說 我是不需要戒口 她唯一跟我說的就是 不要喝酒 因為酒精是會令到 不知道身體還是藥物會怎樣怎樣的反應 總之她就說 最好不要喝酒 所以這件事我覺得非常驚訝 就是 我會覺得韓醫和中醫 suppose那個理論應該是一樣的 但是 兩個醫生跟我說的東西 是 基本上完全相反的 我當時覺得死了 應該聽誰說 但是我又覺得 既然我選擇了看韓醫 我個人是在韓國 我吃喝喝的都是產自韓國的 那可能這些因素會影響到我的體質 我的身體 我就選擇去相信韓醫了 我就是用了50萬 就是大約港米的3500元左右 韓國西醫就是有分陳金和藥錢 但是韓醫是原來沒有分的 應該是每間醫院都不同 其實當時我聽到這個數字的時候 我覺得有點誇張 但是呢 我要想想一下 因為之前我在香港看中醫的時候 多數都是幾天幾天這樣算 我當是150元一爆 其實如果你說算30天 其實出來都是3000多元的價錢 其實是差不多的 在韓國看韓醫這個價錢 是非常之可以接受 然後就是一個月藥 分兩次 15天15天藥給我的 因為我在香港通常就是煲藥 但是近幾年開始會有藥粉 所以我通常會是馬上拿藥 韓國原來是非常有趣的 就是會幫你煲 以及會直接寄到你家的 昨天看完醫生之後 他就說 那些汗藥就會直接上來家 那我就不用自己拿著 但是我今天也等了一整天 現在其實是晚上的12點 然後我都還沒收到 然後覺得很奇怪 正想著要跟醫生說的時候 然後忽然間 就是我的看藥 現在打開給大家看看 我想說呢 還是暖的 就是它是新鮮滾熱的 煲完之後才送你 難怪我還奇怪 平時速度也不會是這麼晚 就是12點才送你 好嫩啊 總共會有半個月藥 現在就要來 第一次這個汗藥開箱 很細胞 它不像中藥喝的那麼大 就是那個份量那麼多 我喝之前又這樣搖防一下 但是其實 包著不就很難喝 聞下去就是中藥的味道 沒有錯 怎麼那麼淺色 我倒出來給大家看吧 通常中藥苦茶是黑咪咪的 但是 苦茶是很少的 因為其實我是要喝一天三次的 我本來還打算 糟糕了 一天三次我肯定是很不開胃 雖然是苦茶的味道 但是有點像湯 不難喝 挺好喝 我竟然覺得汗藥好喝 你看看其實它這樣 幾淡就喝完是零負擔 我覺得它有少許羅漢果味 平時我們煲羅漢果水 就覺得它有少許甘甜 對 目前其實我是吃了兩天 應該是六包左右 我不知道是心理作用還是什麼 那我的確覺得 我今天是沒有這麼咳 希望這個藥方是真的對我有效 吃完一個月之後 我希望真的可以完全康復 所以我覺得這次在韓國看韓醫 這個經驗是相當之有趣的 但是我就暫時不太知道 不知道究竟是不是每一間韓醫 都會給一個月的藥量 給每一個病人 以上就是我這次在韓國看韓醫王的經驗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韓國看過韓醫王呢 如果有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一下 你的經驗是怎樣的 因為我都挺有興趣知道 如果你是其他病的 它是跟我的這個步驟 或者是藥的味道 是不是一樣呢 如果有機會的話 就跟大家更新一下我 吃到多少日 吃完一個月藥之後的效果是怎樣的 那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幫我按下支我 記得訂閱我的IG或Facebook 就可以知道我最新的動向 記得按下訂閱和按下小鈴鐺 就不會再有一個最新的影片 那對手大哥收到啦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Bye 我們下支影片